国民党事员林泉中今天进行种植询室表示 登革日疫情从7月份开始失控 登革日疫情指挥中心成立也不见改善 是否是否哪里出了问题 还是有农路因为排水不好 积水成为变美文的滋生地 不见人区清理变成养文天堂 而全市总共37区为什么只有北门区没有疫情 是否跟隐海水养殖渔业有关 应该可以参考去年高雄隐海水消灭滋生源的做法 台湾区有登革日的灾情失控 自从7月开始 7月登革日的白日 有294人 白日有2千920人 到位就赢1万 所以我们的灾情指挥中心成立 不但没有减少我们的灾情 反而更严重 到现在总共有头2的1万9千几月的感染 这生长的速度实在很均衡 甚至我们台湾区太过于清新 以往都是高雄比较严重 我们台湾区是不是尊业聪性的心态 没有想到这边的灾情会这么严重 高雄就有阴海水消灭 重生最高 我们市场的注意听 下面我们登革的经验 高雄不错 你想我们30这区 对此赖清德市长认为 有可能是北门资生园清除的比较干净 但林权重还是希望赖市长能做参考研究 要多听别人的建言才是 赖清德认为目前有很多条水溝 都有方式粗盐或乳块防治 鸡血能抽当然要抽掉 但要看当地的情况防治 不是饮海水就有用 我们办案了 都饮海水 饮魚 饮麻 饮蝦 饮蛤蟆 所以对海水 对这个蟑螂 可能我会想到 有一定的效果的款 不然是37区 只有那一区没有 因为平常 它的水的重点 尤其是整整整都饮了 都有严重的新闻 不然时间 只能够到 有可能 咱们的资深员的清除 更清晰也有关系 这未来再去研究 这是本事给你建议 因为我们都要饮 三个臭皮匠 甚至一个租口量 刚刚听了人的建议 有得不错 如果我们感觉 就没办法 我们还有很多方法 来 措施 来应 应对 你如果看 只问我 我在想 奇怪的人 在说 过去高雄 就用海水 对不对 那是一个建议 台南市政府 可能是采出 你刚刚的公法 那是一个建议 是的 我说的 台南市政府 可能是采出 你刚刚的公法 什么都可以 就是说 因为高雄 用水稿 用海水在管 我们这次 你如果已经有决绝 当然我们要用 枢力菌 就是一种 一种 那个 油 乳块 投那一个 那我们说 水 可以抽 当然可以抽掉 那不然就是 投盐巴 那不然就是 漂白水 你看 看看那个 当地的情况 林权中更进一步 直询卫生局长林胜哲 对于乡下地区的 登革热防范 是否有一套作业流程 例如穿浅色衣服 或尽量不去疫区 林胜哲局长表示 自我防护是最重要 罹患登革热的人 更是要保护自己 不要再让蚊子叮倒 万一如果逼不得已 要去疫区洽工 除了穿浅色衣物外 防蚊液是一定要喷的 防蚊液更是要含敌臂的成分 才能长效避免蚊虫叮咬 记者黄俊怀才能报道